而且我覺得我在談戀愛的時候 會很失去自我 嗯 我比較戀愛惱一點 然後生活的重心 就會一直放在男生身上 放在男生身上 北姨女神蔡瑞雪 當街親親富二代DJ 自爆嘴Pipple 辱親她的生活 最近有聽對象嗎 沒有 真的嗎 可以幫我真友 哈哈哈哈 高興樂喜北姨女神蔡瑞雪 不用真友啦 她被拍到跟富二代DJ 孫妹姐當街親親 孫先生同時也是百貨代理人 跟柯震東似乎也有交情 蔡瑞雪8月受訪時日 一層體都感情觀 我超喜歡暖男的 很容易就會陷下去 比較想要穩定的 會照顧另一半的 有點像媽媽 會想體驗一下被照顧的感覺 希望眼睛大一點 眼睛大一點也可以 不要到超過30歲 差距30歲 可以當你爸爸咧 對啊 現在26 56 好啦 如果我遇到喜歡的人 我都會可能製造一些橋段 然後發訊息關心她 每天早安晚安 讓她習慣有我的存在 入侵她的生活 而且我覺得我在談戀愛的時候 會很失去自我 我比較戀愛惱一點 然後生活重心 會一直放在男生身上 就沒辦法好好工作 這樣可以嗎 是說有了另一半演戲尺度 需要報備嗎 她先前在奇幻台劇 《地獄里長》 飾演著要強暴的直播主 珊珊顯出從以來最大尺度 她這一次 那個劇中 那麼尺度那麼大 還OK嗎 她應該會嚇到 因為一開始接這部戲的時候 她就有想說 你強暴耶 你確定嗎 你確定嗎 我想說沒關係 這是戲劇 她可以突破自己 就說服她一下 不要誤會 當時說的她是媽媽啦 是因為我媽果然比較嚴 就是有時候可能 露到一點勾勾 然後我媽就會 一直念我一直念我 她說太露了吧 一般都露在外面了 這次去澳門 就是我們要開箱飯店 也有拍泳裝照 然後我又要想藉口了 好 比基尼就不能罰了 因為會被媽媽罵 很想拍 但是都不能拍 然後有時候 我發貼文的照片的時候 她覺得這樣很醜 她就截圖跟我講 刪掉 之後 by bwd6